其實 邪佛一年 佛在眼前 邪佛夜久 佛就在天邊 是這樣子的 一般人是有這種現象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佛這個字 它是很深很廣 甚至是沒有邊際的 剛開始邪佛的時候 是好像要抓到了 但是發覺 它是抓不住的 所以才有那一種 很遠很遠的感覺 那一種接受 一個行者呢 最主要是把自己的心 放得跟虛空一樣的大 大到連心都沒有 才能夠體會到這個佛法 你如果以自己的好勝說 自己的見地 那就是有限的 這一句話可以這樣子解釋 那是一般人的觀感 真正的物者 成就者 他是沒有心 因為心已經跟整個宇宙 無限的寬廣的時候 那個時候才叫做成就 有在天間跟淨在以前 其實是一樣的 根本就從來沒有變化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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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